小和尚满身血迹行走在路上 忽然看见水里有个姑娘正在洗澡 小和尚惊慌是错 顺着石壁就划到了姑娘的身边 姑娘大喊大叫 一下就把她按进了水里 嘴里还大骂小和尚是个流氓 等她露出水面 发现一块石头落了下来 她本想用手去打 却被姑娘划了一刀 等姑娘给反应过来 发现小和尚早已昏死在水里 小和尚 你怎么了 起来啊 起来 别吓唬我 姑娘用力呼喊想要寻求帮助 可深山老林中哪来的行人 无奈只能把小和尚拉回了家里 爷爷见状 心里甚是激动 以为小妹裂到了一只巨物 哎哟 把石头野猪吧 不 看上去分量不清 可能是狗熊 爷爷 你妈还愣着干嘛 过来帮我一下啊 可过去一看才发现是个少林和尚 爷爷问他 这小和尚是你自己网住的 小妹直直无无愣是没把小和尚 偷看自己洗澡的事情说出来 只是说是他自己钻进去的 哥哥很是不信 于是就质问妹妹 小妹 你说话可真逗 一个大活人自己就钻到网里了 我不信 爷爷看了看和尚的眼睛 发现和尚已经危在旦夕 于是就吩咐他们把小和尚抬回了屋里 解开和尚的衣服 发现他身上血肉模糊 姑娘也是吓了一跳 这都是你打的 没有 我就打他一下啊 爷爷见多是管 一眼就认出和尚不是一般人 他让姑娘先行出去 自己则拿出两把手术刀看了一眼 这可是他尘封多年的秘诀 如今小和尚有难 爷爷不得不再次出山 只见他在小和尚的肩膀上割了一刀 随着一阵疼痛 小和尚的嘴里吐出了一口淤血 姑娘很是担心 赶紧上去询问爷爷 爷爷 他不会死吧 爷爷闻了闻手术刀上的血迹说道 他是不是中了阴阳五度长啊 相传此长法阴险毒辣 是江湖中非常邪恶的一种武功 只要有人中了阴阳五度长 轻者变成植物人 重者当场毙命 姑娘很是担心 他赶紧烧水让爷爷救救小和尚 幸亏爷爷经验丰富 他把小和尚放进水缸 然后把草药倒进水里 如果小和尚能够泡上七天七夜还不死 那他就是武林奇才 否则就是贱命一条 可现在屋里草药不够 爷爷只能带着大酣上山彩药 姑娘则留在屋里照顾小和尚的水温 可大酣心生不业 于是就向爷爷投诉 还说你如果踩不回五步乡 我就不认你这个哥哥 爷爷也顾不上太多 拉着大酣出了草物 可这五步乡非常难得 他一般都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 为了救活小和尚 一百岁的爷爷悬挂在万丈峭壁之上 经过一番折腾 他们终于踩到了起死回生的五步乡 小和尚能否活命 我们拭目一觉醒来 发现身边睡着一个姑娘 旁边的大黄狗更是虎视眈眈 他本想离开水缸 却发现自己没穿裤子 吓得他又坐了回去 他转头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又一次准备离开 却被小姑娘给喊了一声 别动 和尚害怕惊醒姑娘 于是就老老实实地坐了回去 可小姑娘却有点不老实 他梦里叫着和尚的名字 手却不自主地放到了和尚的头上 这可把小和尚吓了一跳 毕竟出家人不碰女色 他轻轻地拿开姑娘的手臂 看到姑娘还没苏醒 于是就悄悄地踏出了水缸 不料旁边的大黄有了反应 他迅速出击 吓得和尚赶紧钻进了被子 此时的姑娘已经醒来 他慌忙呵斥住自己的爱犬 小和尚有点紧张 一不小心又摔了一跤 说完就把衣服甩给了和尚 让他赶紧穿上 小和尚一边穿衣服一边解释 说自己是出家人并没有非分之想 希望姑娘不要见怪 等和尚穿好衣服 发现自己的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 小姑娘心地善良 跑过去就开始关心起来 看见小和尚并无大碍 小姑娘心中大喜 于是就询问小和尚的名字 小和尚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 出家人无名 你就叫我小和尚吧 小姑娘心中疑惑 世界上哪有这种名字 但是转念一想 肯定是小和尚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透露 于是就不再过问 而是反问起和尚 小和尚 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呀 小僧还没有请教 别那么客气 我叫小妮 原来和尚名叫七少正 是明朝大将七级光之子 次日清早 小妮一进门就掀了小和尚的被子 说是到了泡药的时间 小和尚迷迷糊糊就准备进入水缸 不料却被小妮给拦了下来 你脱了衣服才能泡呢 不脱衣服不能泡啊 那可不行 爷爷说了那会坏了药性的 说完就要帮小和尚脱掉衣服 小和尚非常抗拒 说男女授受不尽 你还是回避一下吧 小妮健壮心生不悦 但还是气冲冲的走了出去 等和尚准备脱衣之时 发现穿的是别人的衣服 于是就紧张地问道 这是谁的衣服 你穿的是爷爷的衣服 还说你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等我给你洗洗再还给你 这让小和尚焦急万分 就在这时爷爷走了进来 他说你那个牛皮小包在我这里 等你把伤养好了 我自然会把它还给你 原来这个小包并不是寻常之物 他是扳倒大太监同大宝的罪证 看到爷爷不理自己 小和尚只能默不作声 可小妮并不知情 他再次催促和尚赶紧脱衣 没想到小和尚又一次让他回避一下 还说出家人不能有银邪之念 这可惹怒了小妮 银邪 要说银邪 那你脱看我洗澡 那算不算银邪啊 我 无心不为过 你倒挺会替自己遮掩的 谁知道那会儿你有心无心啊 我 要是佛祖问起来 你为什么脱看我洗澡 那你怎么回答 小和尚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乖乖地钻进了水缸 在小妮的悉心照料下 小和尚渐渐好了起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肌肤之亲 小妮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和尚 为了能让小和尚破戒 小妮专门给他熬了点鹿肉汤 一是为了让他补补身子 二是让他破了婚戒尽快还俗 可他知道小和尚不会接受 于是就谎称 这是爷爷熬的灵山鲜药 小和尚不明所以 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 看着小妮甚是高兴 也为他明白自己的目的快要达到了 这让大汉心里很不识滋味 那小妮妹子和那小和尚太亲热了 亲热有什么不好 小妮要是给你找个妹子 你该高兴才是 您才高兴呢 原来大汉也喜欢小妮 虽然他们平常都是兄妹相称 可并不是真正的亲生兄妹 他们都是爷爷收养的过 这天大汉去县城给小妮买话 没想到却被几个地痞流氓给拦了下来 啊 我呀大哥 今天不是妙集 这占地费就免了吧 占地费免了 那过路费十九费呢 免了你 落得和西北风去啊 大汉拿出几两岁银 说这是他一天的收入 我把它全给你们 可地痞流氓觉得有点少 夺过大汉手中的绣花扔了出去 这让旁边的道士看不下去了 几个回合下去 就把恶霸打倒在地 为了不再遭受欺负 大汉决定败道长为师 也为他要赶走小和尚 去小妮为妻 大汉能否成功 我们拭目以待 次日小道士果然找了上来 可他回头一看 这才发现 大汉所谓的和尚 正是自己的师兄谭志 他本想上去相认 却被谭志压住了胳膊 我们装饰不认识 听见没有 是怕我讲了你的好事 你会不说什么呀 这个我帮你啊 原来谭志早想离开 奈何没有离开的理由 只要他故意输给道士 那么自己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离开 很快谭志就被道士摔倒在地 而这所有的一切 都被小妮看在眼里 小和尚 你是不是故意输给臭道士的 没有啊 你混蛋 小妮心里生气 她知道谭志是故意离开 往后的日子 小妮是吃不香睡不好 可爷爷是个明白人 她告诉小妮 爷爷都算过了 你看她现在走了不是 过不了一会儿 她就得回来 原来爷爷手里还拿着谭志的血书 只要血书在 谭志就一定会回来 可血书毕竟是人家的东西 我也不能一直赖着不给人家 等谭志拿到东西 我就再也没有留住人家的理由 听闻爷爷想要放弃 小妮赶紧说道 爷爷 我不让小和尚走 我有不让他走的理由 爷爷问他有什么理由 小妮支支吾吾的说 有一天我在河里洗澡 小和尚不小心偷看了我的身子 既然他看了我的身子 就一定要对我负责 爷爷一听非常愤怒 就在这时谭志跑了回来 他找爷爷索要自己的东西 爷爷不但没给他东西 还痛骂他是个渣男 孙女现在失身于你 他都快嫁不出去了 失身于我 我 你给我好好想想 想好了 你再来找我 说完就愤怒而去 到了晚上 爷爷询问小妮 你对这小和尚 真的是吃了承托铁了心了 我 我 非他不嫁 看到小妮如此坚决 老头便答应让小妮嫁给这个和尚 为了防止小和尚逃跑 老头竟然使坏把小和尚给绑了起来 如今小妮嫁不出去了 你看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装什么糊涂 我 你必须娶她做老婆 你必须娶她做老婆 都要做老婆 我 都要做老婆 我 可以 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